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身上美鳳有約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皮膚其實是身體防疫系統的 算是第一道的防線 也就是說你身體的免疫系統 如果哪裡不太那個的時候 皮膚其實第一個 就可以反映出來的 跟免疫力有很大的關係 跟心情也有關係 跟環境 跟空氣 都有關係 對我來說 皮膚都會發出那種信息 告訴我 一開始就痊癒了 有人說過敏是吃海鮮 有人空氣不好 塵滿什麼 皮膚就引發出來 所以美鳳以前 皮膚也是這樣 過敏得很嚴重 什麼皮膚磕磕磕磕 都會去看 當然它讓我們不一樣的建議 不過最久的就是 現在的人 其實很多人皮膚都有問題 譬如說有的人是先天的 有的人是後天的 所以今天在節目當中 來研究比較說 你有這種狀況 或是你的朋友有這種狀況 今天我們來學一下 應該如何保護自己的皮膚 如何放棄什麼心情 當然那是要靠自己 但是很多專家來跟我們分享 他們的心得 好 請到這一位 她也曾經過敏超嚴重的 給她怎麼度過的呢 我們歡迎黃瑄 皮膚養起來要人命 這樣的痛苦我最懂 對 其實很多人都懂 好的 另外這一位 她就是生氣專家 她就有很多的研究 今天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歡迎劉明麗教授 妳好 肌膚困勞多 找對方法可以提升生活品質 是的 我們歡迎皮膚科醫 唐昊月 妳好 皮膚問題別亂搞 錯誤行為 越弄越糟糕 真的 皮膚說有問題不能亂搞 怎麼 也不想 可是在養了受不了 我會有成績養到 我想說不要用 枕膏下去 我就用一個衛生紙把它煮 一直擋 一直擋到那個紙都擋了 可是你就是養到受不了 剛剛黃瑄有講過 皮膚的問題 妳都最清楚 我出生就有 皮膚過敏的困擾 妳是先天的 我是先天的 而且我是五月出生 我是夏天出生 然後到冬天的時候 就開始一塊一塊紅紅的 尤其在臉上 一塊一塊紅紅開始脫皮 然後我媽想說是怎麼了 會不會是凍傷 因為那邊很冷 結果去看醫生的時候 才發現說那個叫做 有的醫生說失診的時候 異位性皮膚炎 異位性皮膚炎 很多人吃醬 像美鳳姐講的 這個醫院人家說有名去看 就去看 那個皮膚科很厲害送去看 然後各種方法都是 可是我就只要到冬天就這樣 然後春天 夏天它就不見了 很奇怪 然後小時候在臉上 慢慢退到了身上 所以還好現在臉上不嚴重 可是身上很嚴重 然後尤其是 我記得我懷孕的時候 本來只有局部 然後懷孕的時候 變成全身頭脂 就看上去 對 就是很像被燙傷 是 而且那個養起來 真的是很不舒服 我會寧願它是痛 因為它養到骨頭裡以後 一直抓 半夜那個床燈 上面都是血跡 然後我還會拿冰塊來附它 因為養到不行 然後你擦什麼藥 大概都沒有辦法根治它 所以我很難過 很難過 大肚子那照片多美 但是也很捨不得 你看那大腿都 撩得都這樣 手 背後 臀部都 妳是很可愛的 妳很真心情的 像這個妳都吸進來 那都是一個點點滴滴 都是一個過程 因為我覺得有人就問我說 為什麼不修騙 可是我覺得懷孕的時候 造成體質的改變 我覺得可以真實地記錄下來 而且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讓更多人知道 因為很多人有這個困擾 但是大家會知道 有的人是在皮膚 在那個衣服下面 他不敢講 或是不好意思去給醫生看 其實讓大家知道說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狀況 把它記錄下來就好了 不是說 理教有這種問題 其實現在很普遍 我們就要了解 為什麼會普遍 要怎麼來有什麼方法 讓我們減輕這種不舒服 我們要問一下教授 是 就是說有碰過皮膚上 那種困擾的狀況嗎 其實以我的案例來講 其實我以前是健康寶寶 完全沒有任何皮膚的問題 妳現在會 現在有 因為女孩子大概在52 52歲左右 開始進入 更年期之後會有些荷爾蒙的問題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體質有很大的轉變 再加上第二個因素是因為 我在52歲的時候 我被血緣 就是骨髓被配對到 在捐水的過程裡面 因為那一天我在捐的時候 對方已經離開了 所以我根本就沒有捐出去 所以造成說 後來他們就叫我回去 回去了之後 我大概在三 四個月開始 我的皮膚開始就開始大片的 就會有一些紅腫 有什麼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的免疫系統 可能被老動到了 因為你在捐骨髓之前有打針 或吃藥去調整 是 所以有很多的因素 除了說捐水 加上我跟年期 對 有很多的因素 其實會導致我 很多因素 對 就是導致我突然 我剛開始的時候都是在頭皮 那上面就是你 是 剛開始頭皮的時候 頭皮癢 那頭皮或者是額頭的話 又變成紅斑 那頭皮癢到晚上都睡不著 那個癢是很難過的 很難過 而且就造成我又常常 就開始就變失眠了 身體就是每況愈下 所以我覺得說皮膚都問題 演變成全身性的一個問題 所以還滿痛苦的 尤其現在人很多 都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醫生應該碰到 很多患者去找你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還是會分 外在的原因 內在 還有很重要是心理上 就是 對 所以外在很簡單 像我前幾天在急診室 碰到有兩個母女 她吃了麻油雞 就急性地發作 那就是外在 就是一個原因造成 或是她擦了不適合的保養品 突然誘發她一個失衡的狀態 那就外在 通常這種就急性好了 就沒事 真的嗎 那有一種就是內在的 像我其實從小 我只要在冷空氣運動 我就會騎蕁麻疹 所以我現在冬天都要穿三條褲子 我才會辦法走路 不然就會癢到不行 所以那就是從小的體質 像有些人就是異味性 還有就是 有些人是乾癇 這種就是內在的 但還有一種就是心理上 有人就是 很無法克制癢的部分 就會越抓 或是有些人 他會甚至覺得自己身上有蟲子 會去摳它 或是有些人很有趣 就是他覺得有凸 或是脫皮就很想弄 當然天氣 台灣也比較濕 天氣比較潮濕 所以皮膚問題 你看這個會引起 有所謂的乾燥性跟濕熱性 對 就像老人家冬季陽 那就是乾燥性 或是他天生皮膚就是乾 所以乾了就會乾癢 那是乾燥性 另外一種濕熱 就像最近很多汗泡疹 手上起泡泡 那就濕熱 或是有些人會開始流湯的 那種汗疹 這些我們就叫濕熱性 當然不同年齡層 他的皮膚的狀況是不太要 我們看嬰兒 嬰兒當然是粉好了 又咪咪 沒有 其實嬰兒 它的免疫系統沒有發展完全 所以它其實無所適從 二來皮膚很薄 所以它其實保護功能是比較強的 所以很容易受傷 三 它沒有什麼皮脂線 所以它其實不會出油 去保護皮膚 是 對 老人家也跟嬰兒類似 但是它的是調節能力變差 你可以想像壞掉的冷氣 溫度怎麼樣都不會上去 或是乾熱的時候 不熱 該冷的時候不冷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落差 在那個中間 它可能就會乾癢 它就開始亂抓了 成人比較麻煩 我們成人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工作壓力大 熬夜 還有很多接觸的東西 對 像看到網路什麼好買的 就來擦擦看 誰推薦又去用 然後又去做醫美 戴口罩 尤其最近 所以我覺得成年人 是相對比較複雜 因為它接觸的東西太多 我們就是要118釐清 哪些可能是讓妳變嚴重的事情 妳這麼嚴重的情況之下 妳有用過什麼樣的方法 來改善嗎 有用過很多 有醫生跟教授在聽了 可能覺得不可思 妳怎麼會想 怎麼會這麼蠢 去相信那些偏方 妳用什麼 因為我擦過藥沒像 然後我小時候 不好意思跟大家講 我試過尿療法 就是喝自己的尿 那時候台灣很流行 對 有一段時間 對 就講說有病是病 沒病強生 然後就是 還要去頭去尾流中間那一段 只要喝中間那一段 然後說 因為它的理論是這樣 是說那個是妳身體排出來 有些可能沒有辦法吸收的營養 妳才喝回去 是不是很蠢 太可怕 很可怕 但是就我試了一個多月 真的沒有改善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好蠢 我就放棄 妳那個把人壓力更大了 對 因為又很勇敢 然後自己每天早上喝這些 壓力很大 教授有什麼撇步嗎 其實因為我發病 是這兩 三年才發病 我不是說像黃瑄這樣子 從以前到現在 對 它是先天 所以我這兩 三年 皮膚有狀況的時候 我大概都是到皮膚科醫師 是的 那他也是 就是給我 那淚固醇其實他就說 不能夠擦太久 對 那個一陣子你就要停藥 就要停了 然後我擦得差不多的時候 大概沒有多久又復發 那復發面積更大 而且那時候因為我 我那時候是一個 我婆婆她是紅斑性狼瘡 那她是吃淚固醇 她吃了二十幾年 結果吃了二十幾年之後 她的骨質非常疏鬆 大概一碰就裂了 所以我那時候對淚固醇 就有一個非常不好的印象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這個藥到底是要用 還是不要用 不過因為現在外面 有太多的偏方了 所以我現在還是說 不太敢去嘗試 還是希望到皮膚科那邊 再看看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當然就是要請教醫生 是 淚固醇真的也不能經常用 它有區分 對 其實 在這邊也是跟大家說 不要害怕 其實淚固醇分吃的跟擦的 擦的其實 如果你是真的擦得很精準 只擦有問題的地方 其實是OK的 其實淚固醇分 1到7級 所以7是最弱的 1級是最強的 其實我們有七種 不同等級的淚固醇 加起來有二 三十種 可以慢慢去幫你調 所以我們會以身體的部位 像臉的話 一定都是7級 小朋友是7級 就是最弱的 頂多就是後皮手 汗泡疹這種 會用到1級很強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淚固醇 就是我們會以 可以分得很細 然後口服我們是很少用 除非它真的太嚴重 其實我覺得在這邊要呼籲大家 其實很多時候是病人很緊 然後又不敢看 然後人了很久來的時候是 大發作 只好逼醫生開口服淚固醇 事實上如果它很早期來 我給它吃抗主治安 質養的藥 它不抓其實它就不會發 所以其實質養控制得很好 我常跟病人說 你就好了一半了 但是吃的質養藥 其實是抗主治安 是可以長期吃 而且小朋友吃 是不會影響增長的發育 但大家都以為 我們只會開淚固醇 其實也沒有 我們會先質養 然後用擦的淚固醇 會選那種弱的 所以大家不懂就很怕 那就不治療 結果來的時候大發作 只好有 有問題還是要先趕快找醫生 還是要看 壓下來就不會變慢性了 重點就要請教教授 我現在看你狀況都很好 後來你是用什麼方式 其實因為我是屬於 現在目前是屬於中度的 肝型患者 剛開始的時候 我還是到醫院去 讓醫生看 醫生就會給我擦藥 擦肋骨醇 但是因為肋骨醇也好 沒有辦法就是說長期使用 還是要搭配一些 就是護膚保養品 當症狀反合的時候 我有辦法用一些護膚保養品 讓它的狀況比較穩定 所以那個時候我開始 就是把市售很多醫美相關的 對敏感性肌膚專用的 這些護膚品 我全部拿出來用 所以買了很多 買了很多之後 我就發現說 緩解的效果都沒有那麼好 後來是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跟我推薦了一款 不管是細胞實驗 或者是動物實驗 他們發現說 它的成分配方 其實都是非常地安全 所以就是 所以我就用它的護膚霜 跟護膚乳 來使用 對 我發現它們的 因為它們的 脆皮配方 這個配方都非常安全 是在這邊嗎 對 我們可以擦一下嗎 是嗎 我很想試擦看看 對 你好 我其實還有一點像這個 就是色素沉澱的部分 然後它腿都還會癢癢的 這個擦的這個是 這個是乳還是霜 這個是霜 這個是霜 所以可以把它直接抹開 對 質地很清澈 其實它雖然是霜 可是它還滿清爽 然後很好推開 而且它非常容易吸收 對 看 這樣抹下去 而且皮膚看起來馬上就 光澤 成分的有效濃度比較高一點 所以適用於是說 如果說你真的有一些 比較急性的狀況 你可以擦下去 比較快速地能夠紓緩 大概紓緩到一個程度之後 慢慢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一瓶 來做平常保養 像我自己 因為最近都有在消毒 酒精 所以手都會脫皮 就可以來 這一瓶還有 這個還有一個 重點是它還多加了一些 保濕成分 所以它能夠讓你的皮膚 變得比較穩定 比較保濕 好 如果有紅的時候 就可以擦當保濕這樣 對 有紅的時候 對 如果沒有紅呢 沒有紅的時候就 它也可以當一般的護膚品 是 那很清爽 它主要是針對一些 敏感性肌膚的這些人的話 就可以當作 一般的 敏感性 好適合 就聞到淡淡的一點點的香香 可是就感覺好像在大自然裡面 不是那種化學的那種 香精的成分 是 很天然 裡面有什麼 裡面的話 其實它有 大概有十種 十幾種的草本的一些成分 包括 肉桂 有一點點肉桂的味道 它主要是能夠舒緩一些 肌膚的不適 還包括還有一些 有肉桂的味道 所以它每一樣 其實它都有一些特殊的功效 基本上這個乳 他說那個乳是可以 平常沒有紅腫的時候就可以 是 是都可以來擦過敏的嗎 基本上保養品 我們會看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它的乳 補水的部分 鎖水的部分 所以只要是 第二 我們會看它的成分 它的成分如果配方 是有點鎮靜 舒緩的 那也會有幫忙 所以不一定要很紅 就可以擦它 是它讓它的細胞 不要蠢蠢地運動 讓它動不動就開始紅 癢 它會比較穩定細胞 所以我們會去評估這兩個 乳跟霜的差別就是 霜是比較油的 油水的比例不一樣 所以霜是油的部分比較多 乳的話就是 水的部分比較多 所以有些人很乾的時候 其實用霜會比較有效 但是臉這種位置比較怕油 可能就要用乳液 每一個膚質都可以嗎 我覺得其實養成一個好習慣 沒有所有防品都先測試 那就是手的話 會從這裡測試 臉的話是眼周 真的喔 眼周最敏感 所以先這樣連續擦個三天 沒有問題 化身太陽穴這個 對 眼周 或是有些人會說 可以在法令紋這邊測試 就連坐三天 沒問題再帶到大範圍 我覺得養成好習慣 所有的防品 我都習慣先這樣測試一下 了解 那一天大概用幾次呢 大概就是說早上 早上出門之前 就稍微擦一下 那你一天就可以正常工作 然後不會有 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下班回去的話 睡覺前再一次 再擦一次 大概就是二到三次 不過如果像我是比較 皮膚比較乾 然後最近又常噴酒精 像這種小罐的也滿方便 我就可以戴在身上 攜帶 然後中午的時候 還可以再補擦一下 對 攜帶很方便 用起來也是安心 對 我認為它是 非常安心的 因為它裡面 不含類固醇 跟一些 同時我有去研究一下 它本身 不含一些 它所有的檢測 檢測都有 同時因為它是從 國家醫級衛生研究單位 輔導出來的 所以我認為它是非常安全的 那我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是過來人 非常懂那種痛苦 特別是這三年 很痛苦 所以我也邀請了 我的一個朋友來 跟大家來分享 好 我們歡迎李先生 謝謝 請教一下 你是有什麼樣的皮膚問題 其實我在60歲之前 我本身有 所以很多藥物 我大概就不能使用 是其中一方面 我大概到了60歲以後 就開始有 見著又產生了 那麼異味性皮膚炎 最頭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會癢 從頭癢到腳 然後癢到最後 是一直抓 抓到最後破皮 破皮就開始發炎 發炎就是痛 所以 又癢又痛 是 很難過的 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 劉教授就出現了 就分享了對不對 就跟我們李先生有分享 你曾經那麼痛苦過 但是你擦了 譬如說你認為 這個是有草本的乳液 就跟李先生分享 所以經過劉教授 給我的乳液分享以後 我發現有很大的改善 現在就比較不會 從頭癢到架 也幾乎很少在癢的 所以我會覺得 真的症狀很嚴重 真的要看醫生 但你也不能一直都在吃藥 一直在擦藥 稍微舒緩的時候 其實 其實我們醫生 除了開藥之外 有一個部分是很大 是在教育他怎麼照顧皮膚 所以這時候保養品 其實我們都會教他 建議他就像我剛剛說的 用乳霜還是乳液 洗澡要不要用肥皂 要怎麼選 所以其實很多人 擦完藥就消失了 然後也沒有什麼回去保養 那他就很快復發 所以我發現說 如果我們有在診間 教他做這個胃教 然後建議他 可能可以選擇的保養品 發現他回來次數真的會降低 而且每次復發的時候 用藥的強度不會開到那麼重 而且它復發的時間是很短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保養還是滿重要 但是有概念就是 大家會以為 保養品可以代替治療 所以這是一個要釐清的事情 治療歸治療 保養歸保養 但是不能以為保養品就有效 可以代替治療 教授還有一個 就是要跟大家來分享推薦的 對 因為他們家最近 也出了另外一款 這個叫蘇涼膏 這一款蘇涼膏 其實它不只針對 皮膚敏感性的族群 它主要是 譬如說我們到外面去 如果被蚊蟲咬傷 或者小黑紋 小黑紋其實會腫得很大 對 所以它這一款的話 其實對於小黑紋 它其實有很大的舒緩作用 好的 所以有大的 自己可以把它弄成小的帶出門 那個大瓶也可以用成小的 這樣帶是攜帶方便 剛剛講的就是說 皮膚上現在很多人有這種困擾 希望今天藉由我們專家 還有教授 還有我們當事人 還有李先生 大家的分享 讓大家能夠知道就是說 對 這個 不是說你願意這樣子 既然碰到了 我們就尋找專家 之後平常自己的 應該是說注意清潔 還有環境 自己也要去注意 再來就是選擇適合的一個保養 就是能夠舒緩 因為我們很多是屬於過敏性的 所以剛剛說過了 擦的東西是非常非常地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知道 有這個訊息之後 我們就知道 我們盡量跟自己保護得很好 或是跟朋友分享 有這樣的東西可以 今天也就非常謝謝 我們所有特別來賓 那麼棒的專業分享 讓大家皮膚都沒有問題 都很好 謝謝你們 謝謝 因為癢起來是 很壯狂的 很難過 很難過